前NBA球星林舒豪 加盟高雄鋼鐵人隊 紅色球衣上市熟悉的七號 林舒豪親自宣布 首秀的上場日期 如果我這個禮拜訓練的時候 不受傷 我二月十二號 週末就會在第一場 他4號飛離台灣 從球團公布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林舒豪 遠投近切的動作流暢 看起來手感很不錯 全部的最三四年 今天對我來說 就是很久沒有有觀眾 很久沒有在城市面前 去打球 加盟高雄鋼鐵人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可以很快 就是打球的到中場 然後又回到有觀眾的一個環境 非常非常開心 先前林舒豪就透露 希望可以在十二號登場 不過一直沒有獲得球團的證實 當天比賽的門票 開賣了一個多禮拜 還有不少門票熱賣中 漢魔獸霍華德剛剛來台 前幾場主場門票秒殺的熱度相比 似乎有落差 確定的事情我們再來宣布 到底什麼時候上場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可能在售票的節奏就會比較慢一點 林舒豪的弟弟林舒伟 效力新北國王隊 兄弟黨有機會在二十八號對決 不過林舒豪說 並不期待和弟弟的比賽 他們一直希望可以當隊友 而不是當對手 但現在分數不同隊 上場較勁在所難免 而不管對手是誰 林舒豪認為現階段快樂打球 比較重要 3.0新聞張柴如和陈鳳 東雄報道